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安逸的亲子时光 我记得啊 很多年前在一个教养书籍上 但是那个作者好像是一个德国人 我不太记得作者是谁了 但是我有印象 就是他有提到 在台湾跟在欧美国家 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点 就是呢 在国外很多的家长把孩子 视为是一个个体 他那次讲的一个例子是说 有个小孩 他把他的球踢到邻居家的草坪上了 于是呢 邻居过来敲门的时候 讲的是 我找谁谁谁 讲的是孩子的名字 然后呢 对方的家长就会跟他说 我儿子现在他不在家 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然后对方邻居就回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这个球是孩子踢过去的 所以他不会找父母来承担这个责任 可是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邻居会到这个你家敲门 然后跟你说 你儿子把球踢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去 麻烦你去把他拿回去 那为什么 因为在华人的心目中 孩子跟家长是在一起的 于是呢 这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 就是当孩子被指责犯了错误的时候 我们家长就会觉得 啊 是我没有把他管教好 脸上无光 就会觉得是自己的错 事实上呢 很多时候 我们太容易把我们跟孩子绑在一起 其实这种状况 我觉得每个家长都很难避免 我记得我第一次收到 联络簿上写我儿子的一些状况 然后用红笔写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 哇 满面通红 觉得脸上无光 好 我已经忘记那件事是什么了 总而言之就是老师有反应说 然后他在学校有一些不好的举动 可能态度不佳啊等等等等 好 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 啊 非常的面上无光 然后呢就 很生气的把小孩叫来 然后指责他等等 可是后来其实回过头去想这些过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真的很容易把孩子的这个 所有的表现都当作是父母的成就的一部分 我想这个跟我们华人 自古以来有所谓不孝子 有没有 我们的不孝的孝 不是孝顺的孝 是孝相的孝 所谓的不孝子就是不像父母的儿子 孩子叫做不孝子 那么不像父母的孩子 在华人世界里面就是认为是不好的 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孩子一定像父母的 其实不是 甚至我们现在常常要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的孩子不像我们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有他独立的人格 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不需要像我们 他也不需要跟我们走一样的道路 可是因为我们有这样沉重的包袱 所以很多的家长很容易把自己跟孩子绑在一起 像我在教学上遇到学生有一些状况 要跟父母沟通的时候 其实常常会看到父母有这样的反应 第一个就是 对不起老师 抱歉 我管教不周 通常我都要一直劝接父母 告诉父母说 你不要这么说 孩子有问题是非常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孩子如果不犯错 他就没有机会去学习 所以我常常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都跟学生讲 不要害怕犯错 为什么 因为你犯错 老师才知道你什么地方不懂 因为你回答问题的时候 这个答错了 我才知道原来这件事情我没有讲清楚 所以我有机会能够再讲一遍 让你能够把他搞懂 同样的在学校里面 孩子的行为态度等等 犯错都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重点是我们怎么样让他知道 后面能够改正 所以父母往往在听到别人纠正孩子的时候 我觉得要怀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 感谢对方告诉你你孩子的行为 需要什么样的纠正 或者是需要我什么样的协助 而不是觉得好丢脸你看 你害我在外面没面子 然后回来把孩子痛骂一顿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家长要引以为继的 所以如果当别人告诉你说 我觉得你的小孩怎样怎样的时候 我觉得暂且放下你的防卫 暂且收起你的刺 我们用开放的心态去接受 每一个孩子都是从错误中学习 所以我们共同来发现 共同来教导 共同来协助他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一个爱孩子 然后把别人的孩子 也当做是自己的孩子 同样的爱护的心态 好谢谢大家 这个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八点再见 学习 中心 역시 中心 字ipe 猪